几年前,我搬进了一栋新房子 房子坐落在澳洲偏远地区的新社区 我是这一片社区建成后第一个入住的住户 终于搬离了父母的房子 获得完全自由的我 每天和我的狗狗在附近散步 享受着这来之不易的安逸和自由 我的房子左边是一片属于政府管辖的山丘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这片山丘上始终不允许盖任何建筑物 而且还围着一圈铁栅栏 搬进房子的一两个月之后 周围的住户还是没有搬来 有一天早晨 我在一阵悠扬的小提琴声中醒来了 小提琴的琴声听起来有些遥远 却又十分动人 我还以为是对面的邻居终于入住了 我兴奋地从窗户朝对面的房子望去 却发现那些房子依然没有任何人入住的迹象 当我穿好衣服 想要去寻找琴声的来源 琴声却已经停止了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 我时不时就会在清晨听见小提琴的琴声 琴声每隔一天就会出现一次 然而只会响起一分钟左右 琴声响起的时间 正好是我醒来的时候 这一天 我终于按耐不住好奇心 在琴声刚一响起的时候 我就套上衣服 从前门冲了出去 我四处张望 终于看见 在左边的山丘上 有一个在远处拉小提琴的声音 虽然清晨的雾气 让我看不太清那个人的具体样貌 但那个人看起来很高 他一边拉琴 一边用华尔兹式的舞步 在原地轻盈地旋转着 我心想总算找到了琴声的来源 一边起身去拿油箱里的报纸 然而就在我拿到报纸的时候 小提琴声突然停止了 当我再次抬头看向山丘的时候 那个人不再是拉琴或者旋转 他一动不动地对着我的方向站着 我不知所措 莫名的不安感席卷了我全身 我就那样站在原地 大概过了一分钟左右 我率先拜下阵来 跑回了房子里 在那天之后 我不再被小提琴声吵醒 而是被我卧室旁边 那条马路上的脚步声惊醒 可当我望向窗外的时候 却看不见任何人 有一天晚上 快要睡着的时候 我又听见了小提琴演奏声 这一次 琴声听起来离我很近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一股寒意 瞬间从我的身体里流过 现在是凌晨 而不是平时 琴声经常出现的清晨 我走到窗前向外看去 发现对面的房子里 有一点点亮光 仔细一看 是一根蜡烛 在对面空荡荡的窗户里 只有微弱的烛光在闪烁 而小提琴声 听起来像是从旧唱机里 悠悠飘扬出来的 我在窗前站了十分钟 却没有看到对面的屋子里 有这颗动静 我疑惑地躺回床上 大概又过了五分钟左右 琴声突然停止了 再次望向对面的时候 蜡烛的光亮已经消失了 也没有任何人去过 那栋房子的迹象 这奇怪的小提琴声 在我心里种下了不安的种子 一个人住在家里的时候 我时常会感到心里发慌 所以经常会邀请朋友 到家里一起玩到很晚 但是到这个时候为止 诡异的小提琴声 似乎没有对我的生活 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我的书房桌子旁边 有一扇小窗户 和家里其他需要安装窗帘 保护隐私的窗户不一样 这扇小窗户 刚好被我房子周围的围栏 拦住了视野 没有人能直接看到里面 我时常会在书房里 戴上耳机 关上灯 在书房里 打上整整一夜游戏 一天晚上 我照例在深夜里打游戏 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走进黑暗的厨房 从冰箱里拿了一瓶啤酒 除了耳机里 发出微弱的游戏声之外 深夜的乡村 沉默地让人窒息 当我关上冰箱 转身面对办公桌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 书房的小窗外 有两盏非常微弱的灯光 我开始向小窗走过去 盯着那两处微弱的灯光 试图搞清楚 那是什么光 因为室内很黑 我完全看不清窗外有什么 我慢慢地靠近那个小窗户 直到我的鼻子 几乎贴到玻璃上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 那两盏灯光 根本就不是灯 而是一双眼睛 有一双眼睛 正在窗户的另一边 死死盯着我 甚至都没有眨眼 我的整个身体 顿时完全僵硬 我的大脑 似乎无法理解 正有一个人 躲在窗外 用这么可怕的方式死死盯着我看 他为什么要看我 这是他第一次从窗户偷窥我吗 还是说 这双眼睛 已经在我没有发现的情况下 窥视了我很久很久呢 我脚下一软 不由自主地瘫倒在地 我挣扎着 在地上蠕动 试图爬离这扇窗户边 逃离这双眼睛的视线 我的心脏 砰砰直跳 好像就要跳离我的身体 然而在我大脑 还在试图搞清楚 目前状况的时候 小提琴的琴声 再一次在我耳边响起 比之前的哪一次都要响亮 演奏者似乎非常地沮丧 错过了许多个音符 琴弦也发出非常刺耳的噪声 这个时候 我的狗猛地叫了一声 我从来没有听见它这么叫过 这是一声深沉而愤怒的吠叫 小提琴声立刻停了下来 屋子里又恢复到了寂静无声的状态 我这才想起 我的狗还在后院 要把狗狗带进屋里远离危险的念头 让我重新爬了起来 跑向后门 但当我呼唤狗狗的时候 它一动不动 死死盯着一片漆黑的后院 我试着拉动项圈 把它拖回屋子里 但是狗狗完全不愿意动的时候 就像沙袋一样肿 狗狗突然发出了一声异常愤怒的叫声 让我的神经紧绷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不知道我们一人一狗在后门站了多久 但终于我听到房子旁边的脚步声开始走开 但不是简单的步行离开 又是像五步一样的脚步声 一圈一圈的五步开始渐渐地消失在我的耳边 那一晚 我们一人一狗躲在被单里 一夜未眠 第二天早上我就报了警 警方发现 我房子附近的泥土里布满了脚印 但脚印太多了 无法取证 而且警方们还说 他们从来没有说到过 有人在这片不让进入的山丘上 拉小提琴的报告 虽然警方可能觉得我是疯子 但在接下来的几天 他们还是派出了警车巡逻 我也感到不那么害怕了 之后 我附近的邻居开始渐渐搬进来 我告诉了邻居们 关于诡异小提琴的事情 于是邻居们给这片山丘 取了一个新的绰号 小提琴之丘 我也曾试图搜索 那个人拉的小提琴乐曲 但始终没有找到 可能是这个人自己作曲的 也许只有他 才知道如何演奏这支乐曲 如果我想要再次听见这个曲子 可能就得等到 再次和他会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